那作为廉词的时候 放在句首 表示依据上文的意思得出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A我不想去看电影 那我也不去了 明天的考试我早就复习好了 B那也不能一直玩 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A 周末我不想去商店买东西 那在网上买吧 A 外边的外边下大雨了 不能去踢球了 那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吧 对不起 红色的手机已经卖完了 那我买黑色的手机吧 那作为廉词的时候 放在句首 表示依据上文的意思得出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A我不想去看电影 那我也不去了 明天的考试我早就复习好了 B那也不能一直玩 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A 周末我不想去商店买东西 那在网上买吧 A 外边的外边下大雨了 不能去踢球了 那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吧 对不起 红色的手机已经卖完了 那我买黑色的手机吧 那作为廉词的时候 放在句首 表示依据上文的意思得出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A 我不想去看电影 那我也不去了 明天的考试 我早就复习好了 B 那也不能一直玩 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A 周末我不想去商店买东西 那在网上买吧 A 外边的外边 下大雨了 不能去踢球了 那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吧 对不起 红色的手机已经卖完了 那我买黑色的手机吧